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听众朋友 想让修杰聊聊英国换首相这个事情 因为最近其他新闻比较多 我们把这个事情放了一下 那么现在终于英国已经换了新的首相了 英国新的首相是苏纳克 苏纳克其实在特拉斯竞选首相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对手 那么苏纳克为什么会败给特拉斯呢 英国现在这种在前首相辞职之后 选首相制度有一点点特别地方 就是首先如果首相辞职了 那么保守党内的议员当中 有谁愿意当首相可以出来选 当时就有大概五六位 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人物出来选 那么最终先由保守党的国会议员选出两个候选人 然后再由全英国的保守党党员投票 所以说当时英国保守党的议员投票 是选出了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特拉斯 一个是苏纳克 当时在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投票这个阶段 苏纳克是领先特拉斯的 但是等到了全英国的保守党党员投票 那么特拉斯就胜出成了英国的新首相 特拉斯当首相总共45天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特拉斯的首相生涯如此之短呢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英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妙 全世界现在都在经济都出了一些负面的因素 英国更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英国这个国家自从二战之后 一直就处在一个经济既不是不发达 但是也没有能够回到当年世界霸权这个地位 所以英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 往往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后来欧盟成立了欧盟成立的时候 英国本来加入了欧盟 但是后来发现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在欧盟不但没有自己的自主性 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往往被德法两国牵着鼻子走 所以英国又脱离了欧盟 在英国脱欧过程当中 让英国的社会 让英国的政治出现了非常大的内部矛盾 英国脱欧之后 几任首相都没有做得很长 那么约翰逊上台之后 本来很多人对约翰逊抱以非常大的希望 但是似乎约翰逊也没有办法 让英国的经济摆脱困境 特拉斯上台之后 似乎雄心勃勃 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当中 有很多都是英国过去在政坛上 没有太大影响力的人 本来这样一个班子做事做起来 可能更加没有顾忌 但是问题就是没有顾忌 导致特拉斯所推出的相关政策 引起了英国的金融危机 所以特拉斯被迫下台 特拉斯下台之后 谁能够成为新首相呢 很多媒体报道说 约翰逊有意竞选 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 可能是以讹传讹 约翰逊刚刚从首相位置上下来 如果他现在又出来选的话 最起码让人觉得 约翰逊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但是我们看到 约翰逊确实 当这个特拉斯宣布辞职之后 他马上结束了休假 回到了英国 那么约翰逊 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回到英国呢 我个人认为约翰逊很清楚 特拉斯如果辞职下台的话 那么接任首相的人有可能就是苏纳克 但是苏纳克是令到英国的保守党 多少有点不放心的 为什么英国的保守党对苏纳克不放心呢 有人说英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由一个印度裔的人来当他们的首相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未必 英国人有他们白人的特有的那种骄傲 但是英国这几年 因为他们的人口老化 所以大量的移民进入英国 今天印度裔的或者是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 已经在英国政坛比比皆是了 而苏纳克其实他是印度人的第三代 从他的祖父母那个年代就移民到了英国 所以他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苏纳克为什么不被保守党内放心呢 不是他的肤色或者他的种族 而是他跟中国的关系 苏纳克是个商人 那么据说他们家跟中国有千石万柳的经济力 这也是苏纳克在全英国保守党党员选举当中 落败的一个原因 今天的国际局势变化 已经令到很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疑虑 产生了敌意 每一个国家发表这个民调 对中国的观感说 负面的人比较多 那么所以呢 苏纳克会如何处理这个中英关系 成了保守党党内对他的一个疑虑 所以当英国前首相约安逊 知道特拉斯辞职 他马上赶回了英国 他第一件事就是会见这个苏纳克 如果说约翰逊还有意识去竞选英国首相的话 那么他应该站出来讲话 最起码讲一些让人家感觉到 他有意争夺这个相位的一些谈话 但是约翰逊很明显没有讲这句话 而是他马上跟苏纳克会谈 我个人觉得他跟苏纳克会谈的原因 就是摸他的底 你如果当选为英国首相 在这个内外政策上 你将会怎么做 那么首先就是外交政策 比如说英国跟美国的这种盟友的关系 比如说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苏纳克最终跟这个约翰逊谈完之后 苏纳克顺利成为了英国的新首相 那么约翰逊跟苏纳克谈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苏纳克上任之后 马上跟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我们就应该很清楚 苏纳克今后他的内外政策 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苏纳克跟美国总统通电话讲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美国和英国是最亲密的盟友 他期待跟拜登总统一起工作 加强世界各地的稳定 继续发挥我们在支持乌克兰人民方面的领导作用 我们知道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北约国家当中态度最坚定的就是美国和英国了 所以美英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世界政治格局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所以苏纳克跟拜登通电话表达的第一个态度 就是美英的亲密盟友关系和美国一起继续援助乌克兰 那么还有就是要对抗中国 苏纳克跟拜登之间的谈话 重点就是这两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苏纳克无疑就是向拜登立下了投名状 并且苏纳克还提到澳英美三边的伙伴关系 以及加强抵制中国恶性影响的奴隶 苏纳克在对中问题上的表态 让约翰逊放心 也是为了让拜登放心 拜登现在跟中国的对抗 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我们之前讲过了 比如说欧盟当中的德法两国 欧盟当中的奥地利 到底在对中政策上能不能跟美国保持一致 那么另外就是东盟 东盟这个多边组织 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东盟现在很明显 大多数国家没有选在美国的一边站 大多数国家还是在美中两国之间摇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跟美国的盟友关系就至关重要 如果英国也动摇的话 那么美国在这个国际竞争战略当中 要跟中国竞争 美国将会失去一定的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要急急忙忙 回来见了苏纳克 这也是为什么苏纳克上任之后 马上跟拜登通电话的原因 所以我个人觉得苏纳克可能从他个人的角度 从他过去跟中国的关系的角度 他还是希望跟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毕竟国际战略 国际局势都改变了 苏纳克这个时候我想应该不会冒天下之大不为 在外交政策上跟美国有所分歧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德法两国已经发生了矛盾 其实英国本来就跟德法两国有矛盾 在跟英国发生矛盾的时候 德法两国往往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英国如果不抓住美国这个盟友 未来在欧洲的战略上 英国很可能也会陷于一个被动或者孤立的局面 那么英美之间的外交关系继续密切 英美之间的盟友关系继续巩固 这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英国虽然说回不了当年大英帝国的最风光的时候 但是英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 都有他相当的实力 如果英国在这个时候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话 那么在抗中问题上 美国最起码就多了一分底气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英国有了新首相 而这个新首相一上台 首先向拜登纳下了投名状 那么所以未来呢 在国际外交方面 英国依然会跟美国保持一致 站在一起 那么除此之外呢 意大利也有了新的女总理 意大利这个女总理啊 被称之为是一个秉持民粹主义的 其实我们从这个意大利新的上任的女总理的言行来看 其实我也不觉得她呀 有媒体所描述的有多么的极右 但是呢 最起码她跟这个前任的意大利总理相比呢 她肯定是立场比较保守的 如果意大利的立场保守的话 那么未来在欧盟在北约 我想意大利政府可能都倾向于美国 那么美国在北约跟欧盟当中 有了英国意大利 这两个坚定的盟友 美国对欧洲事物的影响啊 也会延续下去 那么德法两国想把美国排斥在欧洲之外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 最近我们看到英国除了换了新手将之外呢 英国的军方也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行动 英国军方采取了什么特别行动呢 英国军方把中国聘请英国的退役的军队的飞行员 来训练中国的这个飞行员啊 这个新闻给爆了出来 如果说中国真是有请英国的退役飞行员 来训练自己的这个军队的话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空军拥有的这个战机啊 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来自于俄罗斯 比如说苏27啊 苏35啊 苏37啊 这些 另一部分呢就是自主研发的 比如说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歼20 中国空军的飞机跟英国空军的飞机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重叠性的 英国空军的飞机 要不就是他们跟德国合制的台风战机 要么就是从美国买的战机 过去英国军队采购美国的军机数量不少 所以呢 英国的军机跟中国的军机 从这个机型上到这个性能上没有什么重叠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聘请英国的退役飞行员 来训练中国的空军呢 据说这样可以让中国的空军更加掌握英国的军机飞行员 他们的这个飞行的一些习惯 以及他们作战的一些战略战术 而英国的空军当中有很多美国的飞机 比如说最先进的F35 那么如果中国能够找到曾经飞过F35的这些退役的这个飞行员的话 那么可以让中国的空军飞行员更加了解美国最先进战机的一些性能 这也是为未来美中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做了一个准备 所以我们从这个消息看 中国未来跟这个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中国是已经尽量做足了准备 当英国的军方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 可以说令到世界很多国家都震惊 包括像这个加拿大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都在赶快检讨自己军队当中的飞行员 有没有一些人退役之后被中国高薪请去 据说英国的飞行员到中国去训练中国空军的话 他们每年可以得到24万英镑 大概据说是27万美元这样的高薪 那么高薪之下有没有英国的飞行员到中国呢 肯定是有的 英国的情报部门并没有说有多少英国的军方 退役的飞行员到了中国 但是最起码有这一点是肯定的 而有意思的是啊 最近澳大利亚逮捕了一个美国的退役军机的飞行员 这个美国公民叫杜根 原来是美军的飞行员 他到中国去帮助中国的军队训练他们的飞行员 事情败露之后呢 他在澳大利亚被逮捕了 现在澳大利亚正准备把他引渡到美国 这么多国家都在查自己的这个退役的军人 有没有到中国去帮助中国训练士兵 这一点呢可以说也是国际局势变化的一个信号 最起码英国的情报部门 美国的情报部门这样做 包括澳大利亚跟加拿大的这些军方或情报部门 对自己本国的军队这些退役人员进行检查 为的就是防范中国 通过这些聘请退役军人 让中国更加了解西方国家的军队 而这个新闻爆发出来之后 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很多媒体人都评论说 这说明中国已经准备跟美国打仗了 我也十分惊讶 那为什么现在才有人惊觉 中国已经准备跟西方国家打仗 其实在这一点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可以说除了在改革开放当中的30年 中国一直有这种打算 当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比较友好了 西方国家更加看重 中国向西方国家开放市场 让这些外国投资人 让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集团 能够在中国获得他们的这个巨额的利益 所以西方国家并没有去认真对付中国对西方国家各个领域渗透 这里面就包括了学术 包括了一些高科技的领业 然后也包含了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情报部门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几年前 中央情报局一个退役的特工 就把在中国潜伏的特工名单交给了中国 导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的一个特工的情报网被彻底破坏了 其实那个时候啊 西方国家就才开始惊觉 原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 一直渗透西方国家 但是呢 这种渗透 你说是不是很全面很有效呢 我个人觉得也未必 只不过在一些个别的领域 中国可能做的比较成功 而今天中国的渗透 已经到了西方国家的退役的这个军机驾驶员 这一点呢 令西方国家觉得非常震惊 为什么呢 首先西方国家如果说情报部门被中国渗透 可能还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事情 但是如果连军队的退役人员 被中国聘请到自己的国内去训练这个自己的士兵的话 那么除了飞行员之外 还有其他人吗 比如说潜艇的相关的一些职位 比如说在这个雷达方面相关的一些退役军人 如果这些渗透是广泛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 今后中国在跟西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时候 西方国家对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二十大结束之后 习近平获得了更巩固的权力 习近平总体在外交政策上一定会更加强硬的 所以前两天我看到 美国一个大学的华裔教授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 他居然告诉美国之音说 从习近平这个新的政治局委员的班底来看 习近平很重视中美关系 我实在不知道这位教授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习近平现在的班底基本都是他的最亲信的人 那么而这些人呢 比如说在外交方面的王毅过去是秉持了习近平的这个战狼外交的政策 王毅能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说明王毅这种在外交政策上态度比较强硬的这个外交官 是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 那么何以见得习近平就会重视中美关系呢 这一点呢 我实在是很难理解这位教授他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当中国的二十大召开之后 中国必然会对西方的态度更加强硬 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 德国中立苏尔什要访问中国 想让中国做出让步 我认为苏尔什的幻想一定会破灭 拜登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跟习近平见面 意义也不会太大 因为在一些核心问题上 中国再也不会向美国让步了 而台海问题当然也是接下来 习近平新的这个政治局成立之后 新的军委成立之后 可能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再有呢 就是中国的经济 如果出现非常大的这个负面转变的话 国内的矛盾也同样会升级 那么转移国内矛盾 当然就是把矛盾外移 外移国内矛盾的渠道有很多 但是台湾也肯定是个必然的渠道 所以英国首相苏纳克上台之后 美国的这个国际战略 会不会受到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但是我们看到苏纳克 已经向美国立下了投名状 那我也相信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苏纳克跟拜登会有他当首相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观察 美英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会面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